2022年,美国中西部华人基督徒夏令营于7月1日至7月4日在Taylor基督教大学成功举行。 本次大会的主办单位是印城华人教会,前来参会的700多位弟兄姊妹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40个华人教会。 这次大会是全球疫情爆发,夏令营中断了两年之后,第一次恢复的实体聚会。 是对主办单位和所有参加大会的弟兄姊妹的一次信心的挑战。 今年也是夏令营进行的第34个年头。 从1988年,中西部的四周同工们,他们有这样在主里面的看见和连接。 他们就开始了在中西部的基督徒的华人夏令营,每年在美国独立日的长周末。 在中西部这里借用一所大学,汇聚了在中西部从四个州扩展到现在更多的州。 有几十间的教会,弟兄姊妹欢聚一堂,在四天三夜这样的营会里面来领受主的道, 也来肢体之间彼此的交通。 大会的主题是,进入应许,得地为业,涵盖了四个教会拓展的领域。 属灵生命,外展职堂,家庭职场,使命宣教。 感谢神的恩典,今年是新冠以后的首次恢复这样的实体聚会。 我们看见虽然疫情还没有停止,但是有七八百位的弟兄姊妹, 他们继续地汇聚在中西部这个基督徒的大学当中, 还共同地举行这一次主题为, 进入应许,得地为业,这样一个基督徒的盛会。 我本人在大会里面有非常多的领受, 看见许多渴慕的弟兄姊妹, 看见许多爱主的教母同工, 看见许多的教会虽然在疫情里面, 也受到了冲击,受到影响, 但是他们爱主的心智不改, 他们靠主恩典继续努力广传福音。 所以这次的大会, 生性不但是给中西部弟兄姊妹带来许多的祝福, 也必将给北美的华人教会, 乃至全球各处的华人教会, 接着在这里所传扬的主的道, 接着这里弟兄姊妹的见证, 接着大家同心的祷告, 能够产生更广大的影响。 那这次来到这个大会的话, 我的感觉是非常的兴奋, 因为有很多的朋友见面, 很多老朋友见面了以后, 就是有一种温暖, 有一种温度, 人跟人之间, COVID-19让我们好几年没见面了, 大部分都是在线上聚会, 那么大家都是只是交流思想, 但是这次来可以握手, 然后可以面对面感受到对方的气息, 我想这个是人里面的一种被压抑了很久, 一种这种因为COVID-19分别以后, 久别重逢了这样一种的喜悦, 也就是我们需要跟朋友, 跟亲人, 跟弟兄姐妹在一起, 这个交谈, 面部表情, 这些眼神, 这些其实对我们整个内心带来的满足感, 是在线上的聚会说, 没有办法达到的。 所以你问我疫情后的展望, 我个人觉得我想起, 香港, 华牧在香港最后一次特会, 金峰牧师来讲道, 他就讲照常, 照常这个词, 这几年在我心里面, 就是因为他们在大陆面对, 再来越来越大的逼迫, 他就说照常, 好, 那我觉得, 疫情后的教会, 如果能够恢复到照常就是得胜, 那我觉得不只是疫情, 将来更大的灾难, 如果我们都能够照常, 照着没有疫情, 照着没有灾难, 照着没有逼迫, 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照常, 神要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样, 我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就是得胜了, 这是需要圣灵很大的工作, 今天很多教会都照不了常, 对不对, 不敢来聚会啊, 很多的顾虑啊, 当然有一些人是需要顾虑, 好, 那实体的聚会不能恢复啊, 对不对, 有很多的考虑, 但是不管是怎么考虑, 应该是说, 我们心里面神啊, 让我能够照常, 你不要一天让我讲的过去, 想说, 我们最后三分之一来, 二分之一来, 你不要想过, 你就从这个开始, 把握现在, 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就是, 最荣耀一件事情, 每一个人都有24小时, 而且每一个人都有今天, 我不能把握昨天, 但是我可以把握今天, 每早晨都是新的, 这是最大的恩典, 太阳又起来, 又是新的一天, 过去的, 无论成功失败都过去了, 把握今天, 不要再想以前教会有多大了, 现在就是, 就是这个就是我的羊, 好好的牧养, 好好的来兴旺, 倚靠主, 那这就是最好, 也是唯一的方法, 那至于, 不要等待, 没有停摆, 教会, 福音都不能够等待, 不能等待疫情好, 等待这个灾难过去, 等待这个, 这个更好一点的光景, 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其实很多的患难当中, 才能够有复兴, 就在这个患难当中, 才见到神的恩典, 在约瑟的心中, 我有一堂特别讲道, 约瑟的心中, 没有荒年, 都是丰年, 在他的里面, 基存的古物是丰年, 后来的, 没有基存古物, 也是丰年, 因为他分享他的古物, 他修复他与他兄弟的关系, 都是丰年, 在与神同在的人来讲, 夏间也是丰年, 因为夏间的时候, 他就远避他祖母的引诱了, 他就能够服侍在监牢里面的人, 做奴隶也是丰年, 每一个他的人生阶段, 七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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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四个七年, 都是丰年, 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 不要以为疫情就是荒年, 没有荒年, 荒年是我们里面荒凉, 我们里面如果不荒凉, 就没有荒年, 都是丰年,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就能够行作每一件的事情, 好明哦, 今天上帝要我们神的儿女也是同样, 虽然我们面前好像有疫情, 有战争, 有各种天灾人祸, 有这样一个很堕落的, 悖逆的世界, 这些都像一座座的坚固的城池一样, 但是上帝要祂的子民, 就是刚强壮胆, 因为祂与我们同在, 祂要求我们的就是忠心良善, 有见识, 能够专注地来跟随祂, 来往前走, 有些弟兄姐妹, 也是因为在家习惯了, 所以就这个, 即便是教会恢复了实体的聚会, 也没有能回到教会去, 其实这是比较遗憾的, 那么当然也有一些, 这个因为好久没有聚会, 信心冷淡的, 退后的, 这是也是很遗憾的事情, 那么当然Covid 19, 这是一个危机, 危机的话当然是危险, 也是机会, 让很多人看到生命的脆弱, 让很多人开始思考生命的终极的问题, 所以就像这次我在带这个福音专题的时候, 我没有想到那个教室里面是满满的坐不下, 然后有站着的, 就是对这些终极的问题, 大家开始有很多的思考, 这是每一次的危机过后, 都会带给人的一种思考, 我们这个时代其实经历了很多, 这个全球的瘟疫, 这种战争, 而且这个战争还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 都是让我们心里面其实都是悬着, 所以这一种的状况, 心态, 都让我们开始思考这些终极的人生的, 终极价值的问题, 跟生死的意义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教会, 北美的教会, 可以在信仰上面, 在福音上面,英文叫做recalibrate, recalibrate就是重新来定位, 因为福音是很久不变的, 但是这种表达的方式, 这种的形式是可以变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北美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这个是需要去重新思考的, 因为我们是教会的工人, 我们有义务, 不单是对终极的, 永恒的, 普世的, 不变的真理负责, 就是承担这个接力棒, 同时我们也需要对这个文化的, 时代的具体的区域性的这种特征, 我们需要去思考去分析, 就像保罗所说的, 在什么人中就做什么样的人, 在什么地方就做什么地方的人, 进到那个文化里面, 像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样, 对这个成为这个时代的人, 有共同的忧患意识, 有共同的喜乐伤心, 也就是一种跟同时代人的这种共情, 藉着这种共情, 可以把福音很深地植入, 传递到这一代人的心中,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在北美的华人教会, 接下来要做的, 在这个疫情之后, 我们也知道, 华人教会面对许多的挑战, 我自己也深深地感受到, 这场疫情, 我觉得是上帝给我们华人教会的一个恩典,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经历一个很好的测试, 那我们现在看, 当疫情, 后疫情时期, 很多教会慢慢恢复实体聚会之后, 我们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 回到教会实体的人, 好像有大打折扣, 我觉得我们不用去怪责什么, 也不用去怪责人, 我觉得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测试, 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这样的一个风波风浪之后, 让我们看到真正华人教会的体制, 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们的身体的素质到底是怎么样的, 就好像我们经历了一个长跑, 一个激烈的运动之后, 我们把一些以前看起来非常荣美, 好像非常繁华的东西都消耗掉了, 让我们才能真正的看到我们自己的体制, 身体的素质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自己也感受, 最近也是非常强烈的引受就是, 我觉得华人教会在后疫情时代, 神给了我们一个重新起步的机会, 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这样的看见就是放弃, 放掉过去的一些包袱, 甚至放掉过去的一些所谓的成就, 而是我们要有一个这样的勇气, 我们知道教会从零开始, 我们是重新出发, 那重新出发要做什么呢, 那我最近非常有感动就是, 要再重新回到我们信仰的起点, 就是回到福音的传扬上面, 传福音的工作, 步道的工作,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的教会, 应该在趁着这样一个机会来恢复, 我们也看到教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挑战, 我自己也领受, 也看想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 使教会的这些困难可以解决, 但是我想只有我们回到信仰的根本, 回到我们使命的初衷, 就是来传扬耶稣基督, 把这个事工放在我们首要的位置, 我相信反而教会的纷争矛盾会减少很多, 我常常跟有些牧师传道人开玩笑, 我说就是弟兄姐妹传道人们太闲了, 不务正业, 该做的不做, 福音不传, 所以大家闲着就没事在里面, 就讲到很多的纷争就出来了, 我说我们应该把注意力回归到传福音上, 我们进入到社会, 进入到世界去, 把福音去见证出来, 我想这个对教会也是一个复兴的机会, 对社会也是一个复兴的机会,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无论是使用这个中西部的下令会, 也使用我们所有的参与的教母同工, 我们的弟兄姐妹, 都有一个共同的看见, 我们要重新起步, 从零开始, 回归到我们起初所领受的使命, 传扬耶稣基督直到地级。 所以我们花了将近有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 从祷告, 从选题目, 然后我们俩人怎么样去, 因为都是我们俩人一起分享的, 所以怎么样去配搭, 把那个稿子打出来, 怎么样去修改, 怎么样去, 就对这个越来那个, 越准备的时候, 那个负担就越强烈, 所以这次来到这个下令会, 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在疫情还不是很稳定的时候, 他们能这么样的热情来参与, 这个给我很大的激励, 每次看到这些, 我们这间教室好大哦, 所以刚才我们俩人, 每次都很早来到教室准备, 我们俩人都心里很忐忑, 说会不会有人来听, 要这么大一个教室, 所以我就, 我们俩人就祷告, 就说把这些交给神吧, 我们俩人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每次里面都做得满满, 哦,妈也刚好, 所以我真的受到很大的激励, 给我们自己有一个学习的机会, 所以我跟这些人讲, 所以不是我们讲什么, 教导什么, 我们是站着学, 你们是坐着学, 我们是一起学, 所以当中很多的欢笑, 也有很多的眼泪, 很多的见证, 美好的见证, 所以我也听到下面很多的, 他们自己也愿意分享他们的经验, 所以我很感动, 他们的参与程度非常好, 所以我想圣灵在这里面做的工作, 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其实为这个大会已经祷告了三年的时间, 因为三年前就要定下来这个教会的主题, 就要定下来讲人, 神为了预备这个聚会, 从我的个人层面, 祂预备了整整二十年, OK, 这条聚会有两条圣灵的流会集, 第一条圣灵的流呢, 就是华人牧者团集, OK, 还记得吗, 2000年我们在洛杉矶太平洋的海边, 我们小木屋里面一起来祷告, 当初就是一个领受, 我们这群人如何走进神的荣耀里面, 但问题是当我们在牧会这么过程中, 在二十年牧会的过程中, 我看到太多的人进入教会了, 但他们生命如何被神翻转, 能够承接前辈圣徒的那一棒, 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 所以我这么在第一线, 一直在呐喊, 其实就是为了背后的那种托付, 我们这一群人是很奇妙的, 被神扶着起来, 每个人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单打独斗的, 都可以在前面, OK, 但是我们这一群人今天走到一起, 能够成为上帝一个荣耀的见证, 我们这一群牧者, 即使不说话, 站在人前都是见证, 一种合一的灵, 一种没有宗教的灵在, 在缠绿着我们的那种在手里面的自由释放, 彼此的带导, 彼此的遮盖, 从某种意义上说,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个明星, 但是我们中间根本什么没有, 我们就是撤脚弟兄, OK, 这种东西不是用演讲, 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观察, 哇, 你们好像都是很轻乐, 我说我们二十年了, 跌打滚爬, OK, 所以这种本身就背后带出来很大的上帝的荣耀在里面, 那在这个里面, 非常明显, 就是神活泼, 自由, 恩典的灵, 在弟兄姐妹当中, 在大会当中运行, 我也听到不少的反馈, 所以我也跟一些弟兄姐妹有交通, 看见神的恩典的这种水流, 给很多的弟兄姐妹家庭有滋润, 给他们有兼顾, 给他们有鼓励, 归荣耀于神, 我们也求主继续地带领祝福, 这样一个特别的聚会, 让中西部的向灵营, 可以不断地往前跟随神的手, 跟随上帝的云柱活柱, 叫我们真实可以向这次大会的主题, 就是进入应许, 得地为业。 第二条线, 也是二十年, 二十多年, 我们是2001年, 在洛杉矶, 我们兴起了一个从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叫联合步道福音变传, 我们就成了一个福联, 我们这群小教会, 十几个小教会, 都是不留主流的, 一百人都不到了, 在洛杉矶有千人大教会, 但是我们根本在自己的眼里都觉得根本什么东西都不能走, 但是我在主面前真的是领受一个感动, 主的流就是主流, 我跟这群同工, 我们都是彻脚弟兄, 就像当年我们一起那个都是彻脚弟兄, 带牧师什么都是一起彻脚弟兄, 我们就出来了, 在那里开始了一个四十天的联合步道, 十几个小教会的牧师, 也不请任何的大派牧师, 我们就是这些人, 在一个点连续步道四十天, 光是受信主的人就有四百多人, 每一天经历圣灵的统战, 那个征战激烈到最后, 甚至有枪弹都打在我们这个步道的地方的门上, OK, 我就知道我们出动魔鬼的窝了, 所以这条线被我带进来了, 所以两条圣灵的流开始汇集在这个点中, 你知道这个聚会是绝对得福的, 我很少看到, 我自己这么多在北美几十年, 我看到各种各样的聚会, 像这种聚会很少, 在整个的组织和事实的过程当中, 我深深地感觉到圣灵的同在, 确实在我们从着场地的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也感觉到神在一步一步地来引导我们, 那大家有一个普遍的反应, 那在这次准备下联会的过程当中, 每一步都很顺利, 所以说MCC的牧者联会, 他们都感觉到很顺利这次, 所以说我就, 我只能用一句话来说, 这一切都是由圣灵的带领, 所以今天在这个大会能够召开, 这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 圣灵在我们每一个残余的通工, 和牧者的身上有奇妙的带领, 昨天晚上我跟注册组的通工去最后confirm说, 他们告诉我有717个人报名, 所以这个当然是超过我们一点点的预期了, 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如果可以有500、600人, 我们就非常感谢主, 可是最后陆陆续续, 包括今天可能还有一些我们还没有算, 那么最后感谢主说, 如果有这么多的人来, 其实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祝福, 包括中西部很多的牧长, 很多的兄姊妹, 三年的时间没有见面, 大家见面之后也非常的亲切, 也让我们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当初应成教会决定说要办这个营会, 当然也得到了很多其他中西部教会的同工们, 牧者们的支持, 他们也说你们放手去做, 我们当然中教会在背后会给你们任何所需要的帮助, 事实也证明说在整个筹备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非常多次地去寻求周边中西部各教会的支持, 也看到说在办这个营会, 当然不是我们教会的事情, 而是整个中西部众华人教会, 大家可以彼此同心合一地来侍奉。 就是说我们知道神所能的, 我们不能, 所以说我们知道一切在神手中, 但是我们就一起祷告, 也一起把这个事工做起来, 我们相信到时候我们神会给我们最好的安排, 这一步步走下来, 我们一个方面看到神的带领, 一个方面看到我们同工的尾声, 所以我看到了我们教会的福音和弟兄的心情, 是不是真的是? 两年的疫情会让我们的心分散, 会让我们的注意力分散, 也让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也会分享, 能够在一起同工真是好得无比, 而且同工在一起真是互相建造, 无论是小到处理小小的事情, 一个水啊, 一个教室啊, 这些大到这个奖研, 他们要负责各种各样的奖台啊, 就是大家在一起都一起服事, 神的国就是这样慢慢被建造起来的, 当做到细小的事情的时候才发现, 哇, 还有很多细小的事情需要去沟通, 协调, 是很不容易的, 然后又看到这种教会的这样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合作, 又像儿童的事工啊, 各个讲员, 然后接送啊, 其实很多很多的这种细小的服事, 都是靠大家一起来, 就是看到大家这样子的心情的摆上, 让我自己也很受感动, 也很荣幸地够参与到这样小小的服事当中来, 经过这次与会的人数来看, 我想绝大部分人不会因为疫情的影响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打击, 这个今天照理说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 但是有人因为家庭因素或者是小孩子受伤临时取消, 要不然的话人数会更多, 我想对疫情之后呢, 对于我们的参与侍奉应该是不要受到影响, 因为毕竟神在掌权, 对,所以说我们这点疑虑之心可以去掉。 这个其实上我们参加MCC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几乎每一年都参加, 很可惜因为疫情关系被中断了, 很高兴能够再次回复, 这是我很大的期盼。 张卢嘉牧师昨天晚上的信息, 跟今天早上那个戴光华牧师的信息, 他们其实他们都是住里面非常忠心的得牧者, 我们跟他们其实也蛮熟的, 就是以教会来讲的话, 那他们个人的服事, 他们个人的见证, 他们的蒙召, 这如此类的, 其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嗯, hopefully that a bunch of, I'm hoping, we're working in children's ministry, so we're hoping that a bunch of younger kids can meet Jesus and the Lord.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四个字吧, 奋勇向前。 弟兄姐妹, 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 我们查了很多的圣经, 很多人很会带圣经, 很多人很会讲道, 都很好, 但是是不是我们活在这一个非常败坏的邪恶的世代里头, 是不是现在, 我的意思说就是现在我们大家一起要起来嘛, 是吧, 我们听道也是为了要行道, 何况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不断地提醒我们, 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都要奋勇向前, 从神学院的院长, 到教授, 到这个CEO, 到你哪怕是一个杂货店的老板娘, 或者餐厅的waiter, 只要你是基督徒, 神必定重用你, 只要你愿意说, 告诉主说, 主啊, 我愿意奋勇向前, 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吧, 我来的时候, 我感受到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信心, 他们能够在这个疫情, 还没有说完全控制的时候, 因为他凭着信心, 停了两年之后就开始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蛮有信心的, 我蛮感动的, 第二点就是爱心, 这个爱心就是说, 他们居然是40个教会合版, 不是机构版, 也不是一个教会单独版, 40个教会要合在一起, 那个是需要彼此相爱的, 因为40个教会有40个意见, 所以他们会合在一起, 我觉得他们那种彼此相爱的心, 令我蛮感动, 蛮佩服的, 要信心, 就是上帝有很多很多的应许, 但是我们知道那么多的应许, 但是没有心心夸出去的话, 我们什么都经历不到, 对吧, 就像这次的大会用的那个经文说, 那个接受应许, 领受应许, 进入得地为业, 对, 那应许都已经有, 但是你就脚要踏上去, 你踏不踏, 不跨出去, 什么都得不到, 所以, 为什么约书亚跟那个, 那些祭司立位人, 他们是扛抬着约柜, 脚踏上去, 河水才会分开, 约旦河才会分开, 你脚, 你是觉得说, 哎呀, 那个水那么大, 水干了我才走, 那你永远走不下去, 永远走不出来, 所以就是你走一步, 水就开了, 你再走一步, 点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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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看吧,